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军武器言和Crossover科学新知的节目 今天这个节目都想跟大家讲就是蛙兰战争里面 我们讲到蛙兰的大反攻 大反攻大家都会说速度会比预期慢很多 外界都这么说 我们的节目都讲过,他们的武装部队重司令,扎到日内都讲过 不能够像打机压制那样,就要人们上前冲这样去 因为他们是子弟兵,生命是没有T2的 所以是要尽量保护子弟兵,所以其实都需要时间去打 但是这样说,现在就算战略是要消耗俄罗斯资源 尽量去消耗更多他们的反击力量,令到将来可以 大规模发动进攻制造条件都好 始终都是慢,这是事实来的 所以似乎美国都抵受不住沃克兰 天天在那里磨它 所以现在似乎都是会交付一种武器 这种武器呢,其实大家都觉得是相当有争议性的武器 我们讲到这种集束弹,这个Cluster的一个武器 如果真的将它加附给瓦克兰 那究竟会有什么变化呢? 还有为什么我们会说,集束弹这种武器呢 它有它的用法,当然有一个特定的用途在战场上 但是为什么现在现代战争就比较少看到集束弹呢? 还有为什么集束弹的人就说用的时候都相当不道德? 还有呢,就集束弹呢,俄罗斯也有使用到这个集束弹呢 在战场上面,所以呢,大家都有它的救病 还有用得不好的时候呢 那当然会造成大略的人员的伤亡,那也会发生的 所以呢,今天都会和大家讲一下集束弹呢 那这件事情,当然呢,除了集束弹之外 其实美军是不是还有其他武器都可以交给它呢? 又或者在今次的战场上面 有没有一些比集束弹这个武器更加的杀伤力大和不道德的呢? 用起上来有没有什么禁忌呢? 那所以今天我们都很高兴,有陈博士和我们做一个分析的 那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首先为我们 关武器言和方学生之两个台,那就免费订阅啦 还有记得帮手按like啦 好,那陈博士卫你好 是呀,Larry你好,大家好 是啊,那我们讲起这个集束弹 可以轻轻和我们讲一下集束弹的原理 以及其实,讲起集束弹呢 它对现在的战场上有没有什么功效 以及美国现在去给这件事情 究竟它觉得可以帮到乌克兰在什么手呢? 简单来讲,那个原理 其实当大家是温书,大家可能都听开就知道 它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一件发射物 但是它会在一个特定的高度距离去散开 于是就变成了很多很细碎的炸弹仔 然后就覆盖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即是它不是透过一个单一的一个引爆 来在一个爆炸中心那里给一个很大的威力 而是它希望能够将整个威力 是尽量发散在一个范围里面 就希望是做到那里的人员和一些的环境条件 是受到去伤害的那样 那其实这件事情呢,我就这样听下去 是相对是一种 就是比较没有差别的一种攻击手段来的 就是你不是说很清楚入座标 就是我们一直听俄乌战争来讲 就是说,哇,这里的座标很精准打击 你是在说Hymus 这些武器 哇,很讲到精准度 就算你现在说的那个 Atomus 这些 再射程远一点的 又是一些叫精准打击的武器 就算你说连到是单兵用那些javelin 那些手托式的那些导弹仔 他都会懂得有个追踪特定目标 打击特定目标 就是说一个很有差别 可以说坐在旁边的那个未必有事 但是我的目标呢,就可以被摧毁 就是说这种武器 习速弹就好像违反了这些东西 到现在才在这个战场上面出现呢 那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就 要和Larry在那里聊一聊这个问题 那这里呢,又要交个波给你 就是Larry,你自己觉得呢 为什么在你这一刻才会看到习速弹出现呢 习速弹呢,因为一直都说 就是担心它是会攻击到平民 就是我们说在这场战争里面 其实都见不少俄罗斯它怎么用习速弹呢 那俄罗斯用习速弹呢 其实它是攻击到很多 我们说在顿列茨克 就是顿巴斯地区呢 尤其是呢,就试过的了 那他们去攻击那些医院 那就试过呢 就很多医护的人员等等呢 就是受伤啊,死亡啊,这些呢 其实呢,都有出现过 那所以呢,其实都挺不道德的 这件事情 那所以就当初呢 就是乌克兰这边呢 都是挺大量覆盖报道的 就是这个消息 那所以大家就觉得 哇,那乌克兰呢 就是那个描繪呢 就是媒体上面那个描繪呢 都说到繪形繪星那样 就是说到,哇,相当不道德啊 那如果你说,哇,这个时候 那如果自己又去使用 那怕不怕啊 就是之前就说到十万不省的 就是突然间自己又说使用呢 那当然了,就是我们这样说 那用起来呢,其实它那个用法就不同了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国际日内纳公约的说法 就是说,习触弹呢 当然就如果最好就不用了 因为它也都有一个习触弹的条约的 那条约呢,就是很多国家都写明 都不使用习触弹 不过很多国家呢,其实是没有签的 例如中国啊,美国啊,俄罗斯啊 我记得乌克兰都没有签的 所以这些没有签的国家 当然就叫做,就是小小可能是 就是你吹它不上啊,没有得限制啊 那还有都是靠战律的,就是这些东西 那所以就,就是现在乌克兰去使用呢 那呢,就大家担心 会不会都违反了国际日内纳公约的那些东西 就是你虽然就说是正常的 那但是第一,这个你家园 那你炸了下去,那有些什么事的时候 那都入理数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不爆啊等等 那之后呢,你就要慢慢清了 或者你会不会不炸到 就是有时呢,始终准确性都有一些问题 那会不炸到,就是爆的时候 不炸到附近的民居等等的东西呢 所以我相信呢,就都挺大的那个声音 就是为什么乌克兰突然间 就是要使用这个武器这样的情况 那这里呢,又要提一提的 就是我们明白到就是 它集束弹这样武器 一来它有一个威力 还有它有一个 就是它不是属于那种 是有差别的一种攻击手段来的 就是它是比较是 去到某个范围,不管什么 就尽量杀一个这样的手段 那这个也是一个 为什么大家会去签条约 去希望能够抑制一些 一些无差别攻击的武器 那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但是呢,又不得不提回呢 现在那个战场上的那个状况 那大家知道了,烏克兰反攻 那然后呢,它用它的精准打击力 它不停地去将俄罗斯 它那个的后勤啊,那些这样的供应 就去削弱 就令到前线那里得不到供应 就于是乎我们很容易去取得阵地 那就是,但是俄罗斯总是有它的方法 那它们就是广布地雷震 那然后就是不将它的人员去集中 那而且是一个比较广大的平原范围之内呢 其实你会发觉呢,它那个的攻势也都做得很多 然后就是,最流行就是战豪和地雷 这些这样的组合 那现在看到就是说 好像都比较有效辞制到 那个乌克兰的推进 那好了,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的乌克兰它那个战争 都没有去到那个 反攻得利去攻城的阶段 它还是很大部分 希望在那个比较广阔的范围上面 那些田野那里推进 而这个推进就被俄罗斯去辞制了 那好了,那些地方本身是平民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是可以在一个平民不多 但是也可以有一个打击力比较大的武器的话 那其实都可以说是一种 就是他们自己认为 只要你用得对 不是说明知那里有很多平民你都用的话 那他就会倾向用这个集速武器 来去加快他的推进 那这里我想就是整个反攻的背景 为什么他突然之间要催促 要用那么多集速武器的原因 但是如果一去到一些公城的位置 就是你如果是那里可能会有平民 或者那里其实是一些 比较有坚硬公事的地方多的时候 其实可以想象到那些一般的集速武器 可能那个威力就未必是那么足够 还有呢 他那个的无差别性呢 你摆得在城市那里使用的时候呢 我想面对那个道德压力会更加大 嗯 我想暂时呢 大家都想象就是他打一些的战壕 因为呢 其实俄罗斯呢 都挖了很多战壕系统 所以就战壕里面 现在他们都有一些士兵在那里守着 那会不会是攻击那个俄军呢 就是把他逼出来啊 逼走啊 那都不一定是想着杀他们的 就是俄罗斯的士兵都很醒目的 就是知道你有这种武器呢 他时刻留意着呢 知道你打到来他自己都会走 那可能都是一个阻撼性 就是我们叫一个威胁的武器 那就是当对家都知道 你使用材竹弹呢 他都知道 就是对他人员的杀伤很大 就是材竹弹刺用到 那还要战壕这些都无遮无掩的系统 那还有呢 可以这么说呢 俄罗斯呢 都有一招是挺鬼祟的 就很喜欢在那些树林附近呢 去建战壕 就是你变成在树林外 你看不到的 但是你走过去就会被他掃的 所以就整个我们叫这些叫林线 材竹弹呢 就掩盖了什么 就是战壕 所以呢 就不去用这些方式去清除呢 可能是对人员呢 就是你对靠近的部队 都会有那个风险 那所以就是解释啦 背景给大家听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都要用一些武器 那就去处理这件事情 不过这么说 我讲过陈博士 就是其实你说 用到呢 就是这些这样的树弹 美国有一个叫DBICM 那去使用这种武器 其实美国都很少用啊自己 就是说起习竹弹都很少 就是第一个就是 他们用到精准武器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相信呢 就是他们对出口这些 不精准的武器 都有它的限制 就是如果是不精准的 打到人就怎么办呢 这样的情况呢 但是其实会不会有些武器呢 是比习竹弹更加自由的那个威力 甚至乎那个威力大到某个位置 都会反过来呢 会成为一个禁忌 所以美国老师不给呢 这儿要算一算一下 那个习竹弹去那个有效的覆盖范围 都是以一个 以100米来做个典型的半径 就是你说在军事武器上面 有哪一种的武器都是 去到覆盖到一个特定目标 100米的范围呢 那其实呢 就常规武器都有这类这样的东西的 就是如果大家听回呢 在那个战事比较早期的时候 当俄军去攻城 尤其是攻那个巴克姆特的时候呢 有听过去用这个温压弹的嘛 那其实我们 就是我和Larry做节目 都特意试过说过温压弹这个问题 那乌军这边就没有了 但是俄军其实一直在攻城略地的时候 有用到温压弹 而且就是一直都控诉着他 就是说呢 你只要在城市攻城的时候用 就是对于那个 乌克兰军的人员打击很大 但是对平民百姓呢 也都是非常之大 而且他那个无差别攻击的程度呢 是更加高的了 比如说温压弹 他说的那个有效的范围 可以半径一二百米不等的 就是我在这里就刻意地 把这个 这次美军会交付给乌军的集速弹 一二三百米的都有 一二三百米的都有 那同等地呢 其实呢 我会说呢 集速弹算是一个温柔一点的 就是一个 就是相比于温压弹来说呢 就已经是 覆盖范围差不多 但是呢 他打野呢 就只是比较打表面 就是其实比较适合呢 就是说 在一个广阔的平原 针对于战豪的士兵 那些工事 不是说非常厚的 钢筋水泥呢 那种这样的情况呢 你用一个的集速弹呢 就相对呢 就是已经是叫做呢 就是轻手一点的了 就是相比于俄军 他为了攻城 不惜一切去用到温压弹呢 那其实呢 那个的残忍程度呢 和那个道德的程度呢 其实就更加需要受到质疑了 那更加不要说 我们未来都可能分多一两节再说呢 就是俄军在今次 就是那个战争里面 有没有用到其他化母的问题呢 那这个要值得探讨的 那所以现在就是 我想我会尝试这样理解呢 烏军他要求用到集速弹 是他希望能够回应的 俄军和他的各种武器之间 哪些是比较不对等 就是比如说 在大家都是士兵对士兵的时候 说这个的俄军 他是要用到白轮弹 或者用到这些这样的温压弹 对这个乌军的生命 和他人缘是有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乌军才有根据 去用回这些这样的集速弹 去做他的回应 那其实不要忘记 现在的工手 那个双方 现在整个战事 是在乌克兰的领土里面去发生 那现在就是说 所以你俄军可以进来 我用集速弹 无差别打你进来的俄罗斯人 那这些基本上就是军事人员 所以我想 那个 就是 谁用这些武器 虽然你看到 好像集速弹 有些比较踩界的武器 但是你说 如果用在一个 就是 你要看看战争的内容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会不会有些场合 就是 相对于就是 你很清楚 不会伤害到 其他无辜人员的情况之下 去比较恰当地 去使用一个 威力强一点的武器 去反击呢 那我想 这个是 美国和乌克兰 去考虑 去运用这个集速弹的时候 会有想到的地方 是的 因为我想 他们计算的数 第一个就是 攻击的地方 人口密度是去到哪里了 还有 威蘭都经常强调 在战线 在前线的地方 鼓励人民要尽快撤离 如果没有办法撤离 就军方会帮你 帮你手 所以其实都差不多 在前线的很多地方 都已经是没有人居住 就算说巴赫武 基本上都差不多 是没有什么平民居住的地方 差不多是整个战场的形式 都出现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 乌克兰的那个难民 就是人口流失的问题 就是另一个问题 那当然 集足弹也有一些不好处 大家仍然是救病 包括集足弹的效率是很低的 就是有时候 就没爆弹的情况 其实就很多 就是变成了 大家有时候 会看到整支东西 插了到地 但是不爆的 那大家的问题 就是插到地 不爆而已 不代表它今天不爆 明天不爆的 今天不爆 明天不爆 明天不爆 所以其实始终都会有一个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安全问题 所以变成了之后 战场是需要清理的 不过集足弹 我觉得都有 都有一样好 起码可以看到先 不像陈博士那些俄罗斯那些鬼雷 整天就是钢琴 草叢 摆下 小小的手指 那些那么阴拾的 没错 是 那希望之后我们见到 那个集足弹的使用 我想第一 如果美国派到给乌克兰 他都会看看你怎么用的 第一个就是你的使用上 你都不可以违反他那个指引 包括就是 战场战后 就无端端就说是打这个 扎波罗尔那边 走出去打乌冬 就是那些巴赫姆那些俄罗斯的军队 我估了 就是如果在这些用法上面 是有个条款捨低的 就是这个条款是怎么使用的 那当然就是条款又不会捨得很窄 但是又不能捨闊到 就是怎么用都可以 最重要 我想陈博他都很老套一句 千万不要打俄罗斯本土 是 如果是这样 就没有了 就是那个 应该就不容许的了 这个就在那条款里面 就是说 是的 这个就很重要 还有 都会看看 那个集足弹 它有没有其他的用法 就是说可能它 会用什么的载具 用什么的形式 就是用榴弹炮的形式发射出去 还是会用空头的形式 那我们再观察一下 就是美国它会给哪一只集足弹 出去使用的 好 谢谢陈博 就是和我们说回集足弹 和其他的武器 就是那个战权上 使用一些禁忌 还有那些 就是要注意的情况 好 那另外呢 大家记得 帮忙给like 还有呢 就免费订阅 包括军武器言 和科学新知 两个台 好啊 那我们就下一次 就再和大家再见了 好 拜拜 拜拜